市長 南小雞 陳人川及我祖賢在這邊向柬埔寨的市長跟你說真正的抱歉 各位 I'm so sorry 請給你們去 其實柬埔寨西港是一個自然非常好 非常美麗的國家 然後這邊不存在任何的網路上新聞媒體所說的 有詐騙 綁架 販毒的行為 那我對於這件事情非常的後悔 希望柬埔寨政府再給我一次機會 就是我想要宣導柬埔寨以及西港這個城市這個國家 其實並沒有像外界謠傳的這麼可怕 也不存在任何的詐騙 販毒 綁架案 那我想要宣導是說其實柬埔寨以及西港呢 它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適合觀光旅遊 那我對於這個變造的視頻 全部都是我個人變造 非常抱歉 我每次去任何一個國家做直播 做拍影片 雖然說我們的主題都是比較強烈一點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結束這些直播的時候 我們的觀眾都非常喜歡我們介紹當地國家的特色與美 所以我希望柬埔寨政府可以給我們一次機會 因為我們原本計畫最後面三四天 是希望能夠拍整個柬埔寨所有的美麗的風景 以及人事務給大家看 然後但是我們後來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希望柬埔寨政府可以給我們這一次機會 以我們的流量 以我們目前給大家看到的內容 讓大家知道柬埔寨其實是一個自然非常好 沒有任何像國際新聞寫的一樣 有這麼多事件所在這邊發生 是這樣的啦 就是因為那個 從那個被他們被抓到之後呢 那可能他們台灣的家人 或是台灣的那個團隊呢 就把他們的粉專關掉 因為他們現在被抓到不能關嘛 他們個帳也沒有關掉 所以團隊關應該是台灣家人希望幫忙滅政 因為事發之後呢 其實很多人包括我都有去看他 重看他們的直播 那裡面就抓出很多就是有破綻漏洞的地方 那後來他們可能怕說那個 那個當地的警方給他拿來當作是證據 然後所以就先給他關閉了 然後不只關閉 他其實很多就是相關的隊友們的臉書 也都關掉了 那你覺得在台灣會不會還有其他 就是知情的共犯者嗎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因為那個事發之後呢 其實他們的家人就是還有他們的隊友們 其實有在台灣開直播 有表示說找不到人很擔心 可是呢他們那些隊友就是在對談中 其實就是有露線出來 就是包括說我知道那個是演的啊怎麼樣 然後另外有講說現在在開直播 所以其實就是因為大家都有截取相關的畫面 所以看一看感覺的出來他們也許之前 對但是他們本人後來就是都有發文說 他們也是被騙的他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看後續就是報導吧 那你有覺得就是他們這樣做 是不是有些什麼商業模式啊 有沒有廠商站出他們去的機票之類的 我是知道說那個 這次陪那個小雞的老婆出來開直播 那個傑哥啊 他就是那個小雞平常的那個廠商 那那個小雞他晚上開直播的時候 就是他平常在開那個什麼鬼屋直播的時候 也會開到一半就突然拿出一些產品 吹風機什麼的來做業配 那所以我知道說他其實就是在做這種直播的情況下 是會做那個商業模式是會有業配行為的 那這一趟去是誰出錢的 這我就不知道了 那就是像那個廠商是捷歌嗎 他其實自己是不是有經營一些 賣食品保健相關的 我Google了一下這個傑哥呢 他就是有在做那個保養品相關的 那個他是好像是某保養品的總經理吧 然後他可能還有提供一些其他的那個產品 這我就沒有特別去查了 然後他的產品就是有很多就是那個小雞 會在直播上面販售的 那剛開始就是事件發生的時候 然後是什麼事情讓你覺得一點最重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就是這樣 因為事發當天其實我沒有追這個新聞 我是說要隔天下午一起來手機打開 然後剛巧就看到就是有朋友在轉電說 他逃出來的影片 所以我有跟完全程 那我跟完全程 我就覺得說疑點最重 第一個就是當然就是說 你全身破成這樣子 為什麼手上有 那個手機可以開直播 而且還有三軸穩定器 跑路非常穩 第二個他畫面就是非常有問題 他就是只會拍那個牆壁那個角落 沒有辦法讓人家知道說他在哪裡 所以我就很好奇想說那我就查一下 那就是他因為在拍攝的時候晃動 會出現遠方的建築物 那我就用Google搜尋一下街景 看一下遠方建築物 找一下他的所在地點 發覺說他是在那個度假海灘旁邊的那個 海灘旅館附近這樣繞圈圈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人怪怪的 你就在一整排的那個度假飯店旁邊 繞圈圈 你是都不會進去求救嗎 那其實像他們剛剛拍完記者會啊 都有找到一些美金啊 還有那些假的鞋匠什麼的 那整件事情你怎麼看 說到這個 我那個時候踢爆的時候啊 其實還有蠻多那個小雞粉絲 都跑來我這邊留言說 他身上傷受的那麼重 都有流血 怎麼可能是假的 你看現在事實證明啊 那都是假血漿啊 那個剃頭刀也是他們自己剃的啊 對啊 真的覺得整件事情很方便 對啊整件事情很方便 為什麼我不理解說 為什麼還會有人相信 他們這些事情是真的 因為我現在看到他們的社團裡面 其實還有一些留言 是在說那個 他們覺得說是那個 當地政府就是故意栽贓抹黑 其實他們不是這樣的人 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晚安小雞在柬埔寨拍攝虛偽的影片 使得看影片的人 誤以為柬埔寨當地 仍然有這些犯罪行為的發生 而且晚安小雞還遭到非法的對待 這種狀況已經違反了柬埔寨當地的法律 包括了煽動歧視罪 包括了提供虛假申報罪 以及非法干涉公共職能之刑死罪 那關於煽動歧視罪 在柬埔寨是可以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申報虛假申報罪 是可以處六個月以上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非法干涉公共職能之刑死罪 是一樣是可以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晚安小雞在柬埔寨所涉及的這些法律 會先在柬埔寨接受審判 然後判刑 判刑確定以後 在柬埔寨來做執刑 也就是坐牢 等執刑完畢 才會將他驅逐出境 送回到台灣來 那至於晚安小雞相關的這些行為 在台灣可能涉及到的 包括刑法310條的毀謹罪 或者是柬埔寨相關的法律規定 但是呢 依照我國刑法第七條的規定 如果台灣人在海外犯罪 是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不是三年以上 那三年以下的話 在台灣是不會再次的來予以作處罰 所以晚安小雞關於他在海外的這些行為 不會再受到我們刑法的處罰 但是呢 因為晚安小雞 他所直播散佈這些不實的內容 也引起台灣的這些社會秩序受到的影響 在散佈不實的內容的部分 依照我們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 是可以對晚安小雞在處以三日以下的居留 或者是三萬元以下的罰還 經常會秩序 聰明 五十四十五ooh 散佑 個人 padre